县政府文化局为了培育艺文人才 并且鼓励民众终身学习 今年的秋季研习举办陶笛与节奏乐器班 指导老师廖素元表示 陶笛不仅轻巧 携带方便 在吹奏的学习上 也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学习的乐器之一 非常适合小朋友以及长辈 作为学习音乐的入门乐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它是非常轻巧又很携带很方便的 那当入门的乐器是非常容易学的 我们入门是用十二孔陶笛来做学习 它总共就有十三个权音 所以我们这班就是从十二孔 一直进阶到副馆 那我们也会做一些合奏 对 就是说有足旋律 然后有副旋律加进来一起做合奏 所以吹陶笛是非常有好处 它可以训练你的肺活量 那让你的气会很饱满 县议员赖燕雪表示 这次文化局的秋季研习班报名非常热烈 可见南投对于艺文推展相当有成果 希望建有陶笛班的举办 不仅能够学习音乐技艺 也能够让心灵更饱满 希望未来文化局除了艺文之外 对于在地文化的传承也能来推广 让乡亲能够更了解在地文化 今天适逢我们的陶笛班的一个演习 看到我们的乡亲呢 踊跃的一个参与 那么陶笛是非常容易攜带 同时也能够吹奏美妙的一个乐曲 非常赏心悦目 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心灵饱满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音乐的一个艺术涵养能够更高 那燕雪相当的重视 尤其每一班的一个课程都是爆满 那么我们希望说 未来我们的文化局不只在艺文的推动 对于我们在地文化的一个艺术能够多扎根 也让我们乡亲能够了解在地文化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学员们也非常用心在陶笛吹奏技巧的练习 县议员烂燕雪除了肯定文化局的用心之外 也欢迎乡亲有机会都能够来文化局 学习有兴趣的课程 透过艺术学习的熏陶 相信能让您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记者洪一伦南投采访报道